看一下这一波 这一波应该就是最后一波了 我们来看一下五杀 因为刚刚没有第一 直接直播频数帮大家去讲这个五杀 还是比较激情 因为打完四杀的时候 已经是直到游戏一起结束了 在这个位置爆发这样的四杀 来看一下奥温 最后一个看一下 这奥温应该已经是选择 愿意给了我感觉 就好兄弟了吧 对对对 这个好兄弟了呀 因为奥温应该是有机会走的 对吧 RW没有奔位去办 然后他选择在自己的蓝色方去抢 然后这样Fofor的中单 可以先拿妖际来对抗 因为这个留到下一轮是绝对选不到的 Bog 上路选择一个塞拉斯来对阵奥温 这一把的BP还是比较常规的 右上角的会有点混乱 你这边上路的位置会不会 没有被发现啊 这边来看了 还是要确认一下 但这样走脸的话 男枪是不虚拟射体的 会选择应答吗 两边的上单有的在靠 或者是先到的 但是 坚耿就追在后面 这个草丛现在也 没有任何一方有视野啊 你看啊 哎 自己 这虚弱是直接给了 可能觉得自己刚刚的位置有点危险啊 还好有兄弟们推陷啊 这一波 应该是可以过去试一下 先把核桃屑给控了 对 但国号还是很小心 先开始扫描 确定我进去没有被看到 因为如果我进去被看到 那再被抓一波 可能自己这个打野真的崩了 勾到 第一条龙还是哈罗过来选择控了 因为双人组把兵线推进之后 也可以第一时间过来支援 双人组推进 然后打野又是优势 然后中路又是刚刚压了一波血线 不明这波过来 但是两边中眼应该要一波2v2 看到南昌走过来 峰峰也是直接弹回去 这波没有选择交伞 知道南枪的伤害不够 南枪没有六级 没有一个终极爆弹 是 这个位置 国号敢打到底吗 西莫也是第一时间赶到了 西莫也打来了 想要先开上方的一个赛拉斯 想进入了这边的哈罗 抛出的话 哎 没接到 反正这波峡谷前锋没有打掉 一千多点血 正面想开 直接要开谁 国号这个位置 是世界开了这个爱国 但有一发空拳 现在一次也的哈罗交产 是被峰峰的一个点火给点死 另外一边 后的这波打一个暴力的球果 在旁边 还黏在身旁 而且西莫也在平A他 另外一边 WINCH是在右侧 被吴明给偷掉了 吴明这波偷掉一个人 有没有气泡 操场的一个气泡 直接睡到了正面 拉一个飞行 但这个飞行没有往后 拉根 因为自己没有R技能 伤害不够把峰峰杀掉 反而自己被吃到了 国号的一个1技能以后 被控死了 那这样的话 打完以后 RW这边是阵亡了 自己的中单 以及自己的一个上单 而且从招环式技能来看的话 RW交了更多一些 可惜的是这一波新魔 他Q技能没有跟到 金身大招的位置 这波国号在上面 吃了非常多的伤害 波波入场之后 收掉了哈罗 侧翼的话是 HODER和Kingdom这边在缠斗 是 然后吴明是捡了一个伞 先过去 交完伞以后 用平A跟自己的被动 把WINCE给击杀 随便希望睡到之后 吴迹是直接大上来 想留的 但是无奈的妖姬这个英雄 激动性太强了 毕竟他是刚刚上一波 团的第一个死的 上面 偷了一个太短大招 直接给张吴迹 这波乐意扛了住马 交散了 身上四层电僵的一个国号 赶紧往后拉开 因为星魔就在旁边 RW这波也没有机会追击 因为南枪刚刚主要是 花了时间去把峡谷星魔 给拿下来 但是Kingdom这一波 还是要往这里靠的 因为没有TP在手里 是 RW选择先动 这个TP不知道 有没有计算到 小心的秒数 先大招定住这边的小龙 但这边的话 星魔没有被秒吗 是 点火点死了 点火点死以后 龙已经是拿下来 拱号一丝血 吴迹拉了一发飞行出来 是打空了 看一下后续再一个勾 乐意这个勾子勾到以后 但因为旁边有一个强体 反而是直接被Kingdom给收掉 Kingdom闪现完以后 但是无计有大招 一个猎手本能直接追过去 打出第一套的一个电僵 第二套的电僵要马上来 再打一个Q技能 艾卡西亚鲍鱼 是拿下了Kingdom的一个人头 看看一下 可惜魔那个位置 好像是去看龙的一个血量 然后给大招 想要捣一下龙的一个 惊一下 还是要等一下的 因为Kingdom前面 是从上半部分 河道走下来的 所以要大招拖延一些时间 说实话 这波Kingdom感觉 虽然他换掉了乐意 但有点没必要 因为你这样的交换 自己其实是一个发育点位 比较好的 然后你换掉一个辅助 给对方卡杀一个人头 预及了四个人 就是想过来吃一下 中文的一个杜层 哎 啊 这个灵性的大招 是 就拿八子的这一方 其实现在很多时候 就是下一个就蒙不打了 杜层的结算 看一下这边 火毫的位置 想动 回下来就飞 但是后续的话 看这波波 第一个金声 龟比较多 打 打得上来想打的伤害 是 虽然轰拳打到 但是因为 无名第一时间已经交散了 所以没有被国豪的 探位官司 直接背回去 背到一个侧翼 然后自己又有一块表 躲过了一波 中眼的 要尝心打吗 两边的 偷来的太坦大招 互相放以后 诶 鬼把枪 乐意都不会开了一个表 抽一较一个时间 这个大招空掉了 杏默刚不想金塔 因为是自己放了一个防御塔 乐意竞争结束以后 还是被 击杀 放给对面了呀 前面两波都是没有 第一时间赶到战场 但现在的话 人员已经聚集到了附近 先看 靠无名这边的poke 这个飞行没有 下来打一套 诶 电到了 必须交散了 然后后面给一次一口 救星 所以都大招也被逼 但是有获得的羊 来 缓解一下 BOG正面 要给到 RW的一个压力 另外没有 哈罗在打龙 远方 自用了一个中极爆弹 获得很顶啊 这个时间点 非常的硬 无名是选择利用 R技能上去 把残血的功耗给收掉 龙这波 哈罗应该也是可以拿到 这波完全是靠 RW的另外四位队友 把这边人留住 是 而且佛佛刚刚下来的时候 好像也是被泰坦的一个 被动给A了一下 但这位置要后撤了 不能再点了 再点就贪了 伊泽瑞尔吃了一个大招 我们的大招 这个位置接是可以 还好人都躲开了 还好就有这灵性的传送门 是 一段羊很漂亮 但是因为 新模的一个奇幻旅程 让BOG这波没有被羊 打招这边定住三个 平等过来 偷了一个泰坦打 要准备接这个波 调和命运后面的控制 这边Facebook一到了 是单个人 感觉这波BOG 是可以直接碾压掉 RW一个团战的 后来直接把 无忌财后面偷掉了以后 乐意这个位置 勾了一下强弹 还是被一脚踩死 这一波BLG大获全胜 哇 这一波原本 觉得RW拿了 峡谷先锋 而且他们的中路外塔 没有掉的情况下 其实BOG 这波都不能算转 但是正面其实 原本是RW想开 而且我们看到了 HODER的一个 龙柱之神召唤 刚刚是第一段羊 其实已经是挂到了 四个一损了 这一波心魔打得好 先是化解了 OA的教养大招去留人 再是大招定到 三个人去留人 然后国豪也是第一时间 很漂亮的去进场 等于是阵情上面 因为前面RW想开BLG 所以抱在一起 给了一波心魔 一个非常漂亮 大招的一个发挥 这一波打完 我觉得对RW来说 就有点像上一场的 那个火龙团 BOOG要直接打了 凭尼这边是踢过来 应该是溢过这个墙之后 想后方断路了呀 这里 是 HODER感觉没有位置撤了 新魔直接开门过来 HODER把心意横 想要直接正面跟风波打 但是他的装备 正面想硬换了 其实这个位置 也知道自己走不掉了 利用虚空所敌 凭尾看下大龙的一个血量 KINDER应该被 刚刚在扛大龙 掉了半条血 但是他的一个WG能 可以回一大关 所以我们也想通过 自己的飞行去Poke 隧道 但是正面新魔的一个筋 这波是只有筋到一个奥恩 并不算特别的好 但是也让奥恩的阳士 没有办法来做一个 潜撞 这我BOOG还是不敢打了 只几一波过来 打龙的速度 还是比较快的 这个 一走热的大招 没有 稍微早了一点点 确实我也没有那么专业 就没办法跟大家说 这个七千 水龙魂值不值得七千 是不是应该问一下 我们的水龙专家 你觉得这个值吗 我感觉 我觉得不值 我觉得这个水龙并没有办法 把这七千的烈士 直接给补回来 但是几波团企 BOOG都是怼着哈罗在打的 两边打也相遇 所以这边找到 国豪又不会是要被留了吗 是闪线勾 然后自己也交闪线 正面突然的一个羊撞 两只羊 无名指引的残血 但是正面 HODL的羊也撞得非常的漂亮 反而是 Kinggan这边进场 直接被秒掉了 又勾到Israel 但Winx有一个奥数约签 直接往后拉开 这一波Kinggan控制吃满了呀 这边想留哈罗 这边还是没有练到的 不敢再去留了 看一下正面 Winx现在的一个伤害 已经起来了 反而是 这边一直有一个异技能啊 想开Winx 但还是有点难 富富埋藏在大龙坑里面 再找一个角度过来 但这波练到的是个乐意 乐意已经是被迫被留下来了 模仿了一个幻影锁链 再练一下 但这个锁链因为拖得过来 所以不敢拉到底 这波Kinggan是拖了一个 泰坦的一个大招 要给谁呢 已经是惊到了 而且后方 博豪来了 是 无际被秒掉的时候 博豪从后方进场 这波无名是交闪线 拉到了一个F6 但是 博豪直接 利用自己的一个位移技能跟上 以后进入无人能挡 但这个Hoder 好像在给他 在给Hoder戳脑脑 这个伤害稍微有点低了 那这个早戳久了 还是会疼的 Hoder最后还是交闪线 是 所以人都逼过来了 MafiaG这边 全员也在靠近 还是要交闪线拉开 我觉得虽然 没有办法去 奔掉了 Holo的男枪 但是他们在针对男枪 这个点上面 做的还是相当的不错 而且刚刚也是在 比较早的时候 就跟大家聊过 就是 以阵容面上面来说 这把男枪的发挥点 没有那么的好 而且这波心魔又立功 对吧 压起身 然后再是 偷来的泰坦大招 其实一记这波 也是定在原地 动都动不了了 是 成为 小木桩子了 先靠着大龙buff 往前压进 来 这边 又是LB 然后强路前队 过去 直接要秒 乐意 马乐意 这边打出一个余阵 还是比较肉 又是一个巴德的大招 进入他两个 而且后方还是有博好弹 抱回来一个 Holo直接往后 快速拔枪 交了一个闪线 但是正面 红拳 一个超级高的 一个好意思的护盾 拿下四杀的一个风波 夸抓 KEO路代 TP过来 正面的话 一波了 我们可以提前 恭喜 BOG 今天是以2比0 送走了 霞盗勇士 也终结掉了 RW 就一个四连胜的一个态势 那这样的话 BOG现在在 四杠八的集团里面 这一波 BOG 打下了五杀 因为已经是 一波板上钉钉 提前在恭喜 但是下方 这应该是小榴莲 过去帮忙留的人 感觉小榴莲 今天 不管怎么说 好吧 今天让Fofo大哥 拿了一个Pentakill 很开心 那我们再 恭喜五杀 恭喜Fofo的同时 也在终着恭喜小电视 比哩比哩干杯 这一把是 今天的BO30 打得干净利落 是的 恭喜标记 获得这一场比赛的胜利 并且 也是迎来了 他们往后去冲刺 这个季后赛的一个可能性吧 接下来 BOG要面对的对手是 EDG 老干爹 以及RNG 这三支队伍 那我相信 他们的教练团队都注意到了 这个巴德 是有上边位的一个空间的 给 就是我自己心中会想要 给一点心魔 给心魔 对吧 这个数据不用多说 还拿到五杀 给到了 Fofo的这首妖精MVP 有十个人头 双位数的一个击杀 而且本场比赛 没有阵亡 完美的一个KDA 逃神战绩 是的 然后这也是Fofo 第五次的一个MVP 哈喽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赛号采访 我是洛欣 那在这里呢 我们首先要恭喜 BOG战队 获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 我们有请到的是 上单选手 Kingdom选手 你好 先跟大家打招呼吧 打招呼 我是Kingdom 看得出来 Kingdom选手还是 有点点缪腆的感觉 但是也很开心 那首先还是恭喜 BOG拿下 本场比赛的胜利 其实我想问的是 面对我们之前 刚刚拿下了 四连胜的RW 之前 比赛开始之前 会不会有一点负担 会不会有一点负担 两局比赛 都是非常的快速的 就拿下了 所以说 现在表现的状态 到底怎么样 你觉得 比赛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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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今天的一个比赛的话 我们的失误是比较少的 所以能干净利落地 结束掉游戏 好 所以说 BioG只要选手 在我们的比赛当中 尽量避免失误 就能够打出他们 应该有的气势和状态 那我们回到比赛当中 第一局的时候 我们都有看到 前面十几分钟 都有一点在B站的感觉 包括小龙 还有我们的峡谷先锋 都没有去跟他们接团 为什么当时 是这么决定的呢 在我们身边的 convex度 大场和两两章 都没有落实演的 为什么 我们的ミッド是特派的 比赛当中的夸克 比赛比赛比赛 比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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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好 所以 没有打凳的 因为我们的阵容 倾舞是鞋 比赛正面的一些 坛选 我们打边线打运营会比较好一点 所以我们没有着急地跟他们去接团的 看来是打得非常的冷静 那我们也可以看到 你们也是抓住了那个机会 你的猴子一波 在我们的小龙那里 TP绕后 打出了非常关键的一波 就是那一波奠定了你们的胜局 当时你是怎么样决定的呢 그리고 이제 第一竞技术开始的部分 Kindan 선수의 502 Telso 뒷手을 잡아서 Telso的 뒷 잡는 그런 모습을 많이 보여줬잖아요 그리고 보여준 후에 ゲーム开始的时候 혹시 그때는 어떤 생각으로 이런 플레이를 보여줬을까요 우리가 연습 과정에서 이제 뒷手 아들을 받고 싸움을 하는 걸 많이 연습했었기 때문에 똑같이 했던 것 같아요 因为我们在训练的过程当中 当时的话是一直有连 插TPM 然后然后TPM 并且去创造机会 以这样的方式去练习的 然后赛场上也能展现出 一个这样的样子 所以说也是在我们的 训练上也当中 大家就有打过配合的 那么也可以看到 在第二局的时候 你选择了 塞拉斯这个英雄 去打上单 然后在第一局的时候 对面中单也选用了 塞拉斯这个英雄 那其实各位观众 对于塞拉斯这个英雄 在我们的比赛 赛场上面登场呢 是存有疑虑的 包括我有看到 米勒他有发微博说 究竟是谁 在用训练赛里面 用塞拉斯这个英雄血C 所以想问问你对于塞拉斯这个英雄是怎么看的 怎么评价他呢 然后在2的 是蒜拉斯的 是蒜拉斯的 是萱拉斯的 它的问问 我把他对于带上 所以 到底想问问 萱拉斯的 是对于 都是什么 是 就是准备内使用的技术 有什么技术呢 首先,萨拉斯这个英雄选出来是有前提条件的 是要看对面的一个大招是什么样的情况 并且,我们用我们队伍的话 是有前提条件的 首先,萨拉斯这个英雄选出来是有前提条件的 是要看对面的一个大招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并且,我们队伍的话,用萨拉斯的胜率还是可观的 所以就选出了这个英雄 是因为自己队伍的平时用萨拉斯的胜率就比较好 所以说也比较有信心拿出来 好,那最后一个问题 今天我们也可以看到 在第二局比赛快结束的时候 Fopo是拿下了自己的五杀 当时大家有没有起哄 或者说是他有没有表现得特别的兴奋呢 然后,最后的问题是 第二局比赛快结束的时候 Fopo的选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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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因为当时像第二局的情况下 并不是一个特别轻松就能获胜的局面 而且我们当时是一个非常严谨的一个态度 特别严峻嘛 所以当时Fopo有要求说 这个五杀可以给我嘛 然后我们就让给他这个五杀 然后他最后就轻轻地说了一句谢谢 哦,看来大家都是有商有良的 帮助Fopo能够自己一下拿下这个五杀 好了,那我们也再次恭喜BioG战队 获得本场比赛的胜利 接下来时间 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下一场比赛